所以唯一一位在任內訪華的只有艾森豪 他也是入住原山飯店的 艾森豪所以你也可以查一下在哪一張 另外有很多國際巨星來過台灣 像伊莉莎白泰勒他入住原山飯店 還有一位當年應該是非常帥的是亞蘭德倫 他也入住台灣飯店 那麼近期的台灣的巨星在這個地方 應該不能說近期也是比較早期 比較有年紀的台灣的影星 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的就是楊麗花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歌仔戲楊麗花 還有另外一位是歐陽菲菲 他也是在這裡結婚的 除了政界就台灣的政界還有 我們一直以為說是國民黨最愛原山飯店 所以國民黨很多的會議會在原山飯店舉行 可是事實上呢清明黨呢 他的創黨的也是在原山飯店舉行的 還有呢就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呢 民進黨黨慶也有很多次是在原山飯店舉行的 所以這上面有很多歷史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在近期的話 近期的話